這個剛剛去 戶外跟室內這樣然後造成他有這個 吸水 那還好這個鏡頭可以自己拆 他這裡有一個卡榫 你只要拿這個尖嘴錢 把他往逆時針撬他就開了 你看他這個環 是可以轉 那你就把他轉開之後呢 鏡片就出來 鏡片要拿要小心 怕他裡面全部都是鬆掉 盡可能一片一片的 放在這裡 哎呦靠全部出來了 完了 我很怕裝不回去 趕快 撈回去 有幾片拿幾片 高飛 啊裝回去了 反正最主要就是把他裡面那個氣點要散掉 這樣子你這個就可以繼續用 那一般來講 真正的鏡頭他是 他是整個 融接的 他不會像這樣子鬆鬆的 他不會有這種鬆動的概念 所以這種東西也相對的比較好修啦 你如果今天是 自己的鏡頭 你這樣打開喔 他是沒有辦法一片一片拿出來拆的 好那這個凸面 目前看起來 水氣就消散了 好 就可以裝回去繼續用了 那 凸面在外 不要弄錯 把他擺回去 鎖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有一點轉不進去喔 你要先把這個夾子往下 釋放掉 像這樣 然後再把他往內推 再放一次 哎 這樣就進來了 搞定 一開始那個整個都是水氣的地方就搞定了 你 如果還是要再把他 那